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鄭文貞 今天指數是小幅度的震盪 要開高走低 那其實說整體來講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指數的漲點不重要 你說這個時間點整體的盤勢 它的感覺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認為說在現在的氛圍 是真的非常像當時的2020年 記不記得當時2020年疫情剛發生 就前年嘛 疫情剛發生 那因為說整個經濟都不好 美國去執行聯準會去實施無限QE 無限的量化寬鬆 那當時整個錢是多到滿出來 那股票市場是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算是說近二三十年來 最好賺的一段 那其實目前的台股 真的就像當時候的感覺 大家去回想一下2020年 到底有多好賺 那種好賺的程度是一根漲停板 最進去還有第二根 第二根你最進去還有第三根 真的就是這種感覺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越長 不用說漲多少 反而是不要漲比較好 以價權指數來講 反而是不要漲對於實戰會比較好一點 好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越久 市場認同度會越來越高 認同度越來越高 偏移好股票 上漲的速度跟檔數都會一直往上提升 所以你去看 今天我們近期在強調的先進光 今天又漲停板 沒錯嘛 這些都是公開操作 先進光漲停板 要勝達標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有講過 買經濟檔軟體相關的股票 他會去比價貝利跟林群 今天也漲停板 個股等一下再來講 所以你看 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指數的空間真的不大 指數的空間就是橫盤整理 大概是500點上下 500點上下的空間這樣橫盤整理 但是你去看 整個股票真的是百花齊放 真的不誇張百花齊放 就像我們講的 因為市場普遍定義的多跟空 就是240日的移動平均線 當指數占上了這個位 就像你去看喔 從年限下跟年限上 這個時間點不過就是差一個月 若差一個月 基本面會有什麼改變 根本就不會變 基本面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但是為什麼 很多的股票在年限下不動 年限之上反而一直在大漲 沒有錯嘛 你去看這個感覺 如果單純去論指數 反而是這一段漲勢比較強 但是如果去看個股 反而是在這一段 指數橫盤整理會比較強 關鍵就在於 整個市場認同度 站上年限之後 便宜好股票 它的優勢就會被發揮出來 所以就像我們在強調 這個時間點它就是說 台股的初升段 為什麼 我們在上個月有講到一個論點 就是說千萬不要等到指數進入了主升段才去買 因為真正最好端的叫做初升段 因為只有初升段才會有一大堆那種股價不合理的股票 那股價不合理的股票也代表說我們的空間會非常的大 你去看像是耀剩 耀剩今年就像我們講的嘛 今年要賺8塊錢 今年賺8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這完全是不合理啊 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這種價位 那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有之前的下跌 所以其實這裡真的是要好好把握 因為說這種機會算是可遇不可求 那你去看喔 因為說指數指數在這個位置其實不要漲得太快比較好 因為就單純去看整體的價量結構跟技術型態 反而是在這裡恆盤整理持續恆盤整理喔 不要讓年限跟指數的乖離變得太大 這對於實際上是最好的狀況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指數恆盤整理好像不好 好像隨時會掉下來盤久必跌其實不是 反而是說恆盤整理的時間越久 讓年限跟指數的乖離不要說拉得這麼誇張 對於操作才是最好的 你如果說指數直接漲個一千點兩千點 整個乖離被拉大 到時候就很難操作 所以目前的盤式真的就像我們講的 你說六個字來形容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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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在我的Lite裡面 直接掃描QR code可以加入或輸入ID 小老鼠W178 Wi178 為什麼一定要加入 因為你去看 我們在封關之前送給大家的五檔股票 我大概兩年沒送過股票了 沒有公開送股票 兩年沒送股票 為什麼我會選在1月11號封關之前一個禮拜 送給大家五檔股票 邏輯很簡單嘛 因為今年的行情可運不可求 所以在封關之前送給大家五檔 你看哪一檔沒有漲 是不是 如果買到紅寶60% 就直接賺了60%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直接打開手機掃描就可以加入 那當然說在Lite裡面 賺錢是必然的啦 就是說或多或少一定都可以賺到 重點是說 會帶給你對於股票市場全新的思維跟視野 那我會盡量用說 比較白話比較生活方 生活化的方式告訴你說 操作股票 其實說買賣股票賺錢 真的不難 就像我們日常在買賣東西一樣 所以總結一下指數 這個時間點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賺的行情 你說它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形容現在的台股 它到底有多好賺 其實你去想像一下 2020年當時的市況有多誇張 當時在股票市場好到 真的不誇張喔 很多人買車是捧現金 這是真人真事 我周邊的親朋好友就是這樣 在股票市場賺到一筆 直接捧現金去買特斯拉 真的是這樣 那目前的氛圍其實 就跟當時2020年 是非常的相近 你去看 所以只要說掌握產業加數字 在這個時間點 優勢會很大 而且很好賺 3362的先進光 我們一直在強調 先進光是大力光 在鏡頭廠的最後一塊拼圖 今年要賺8塊錢 那其實說大力光對於先進光 它就像是當時的台積電 對於世界先進 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今年的先進光要賺8塊錢 透過產業你會知道說 今年大力光會去扶植先進光 透過數字會知道80元以下 全部都是買點 所以 其實說80元以下的先進光 閉著眼睛市價單去買 你說你要買70元 75元 80元 80元 只要是80元以下 它都是買點 不論說任何的價位 所以你看 80元以下市價單隨便敲 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2月21 87.4 好那你去看 這一天 這個線型看起來很醜吧 你如果稍微懂一點技術分析 這怎麼看都是要反轉的啊 壁雷針線 墓碑線 什麼線 是不是 這個線 什麼線都好 但是絕對 以技術形態來講 這個線一定是醜的 但是你去看 有沒有 連續兩根上癮線 你說連續兩根 壁雷針線 什麼線 這些都是 比較不利於走勢的線 但是你看今天 直接一根掌停板 鎖到尾盤 就是8.6 鎖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其實假設啦 你有看我們的節目去買先進光好了 你先進光是有持股的 但是我相信 八成的投資人 會被這兩根上癮線洗出去 這裡 因為包含我的會員也是 看到這兩根上癮線 就會很緊張的會去問說 是不是需要先出一趟 這種是很容易把手上的部位洗出去 但如果在這裡出場 不就可惜了嗎 但是如果說你知道 先進光今年要賺8塊錢 這兩根上癮線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其實說 只要你了解這間公司 它的合理價 它的建議售價 你不會受到任何消息面的影響 也不會受到說技術分析 籌碼分析這些東西的影響 因為台灣是潛碟市場 潛碟市場 其實技術型態 會有什麼 當沖隔日沖 還有一些短線客在裡面進進出出 所以有時候技術型態醜 這其實不代表什麼 這就是一些短線的痕跡而已 所以你去看喔 當掌握了產業價數字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一檔股票 它的合理價是多少 那當你掌握了合理價 買賣股票賺錢 怎麼會有任何的問題 真的就像大家所看到的 賺錢就是這麼輕鬆 所以你看 3362的先進光 80元以下 隨便買市價單 隨便你敲閉著眼睛買都可以 一直到今天 漲幅一定是30%起跳了 80元以下 一路往上漲就是8.6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啊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大力光今年會扶植先進光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80元以下都是買點 好那你去看喔 因為先進光它已經有大力光的光環 它就像是說當時蘋果在扶植玉金光 那還有說台積電扶植 像是世界先進 或是像是金財這些都可以算是 好那它有大力光的光環 本益比其實給個15倍差不多 以15倍來講的話 這個位置其實還不算貴 所以透過產業加數字 你覺得很清楚知道說 這間公司它的合理價是多少 那當掌握了合理價 你說掌握了合理價 它就一定會漲到它的合理價嗎 不一定 就像我們講的 要整個市場認同度夠高 它才有辦法漲上去 什麼叫做市場認同度 就是整個市場的氛圍嘛 所以你去看 為什麼這些股票 都在指數上年限之後才漲 年限下不會動 就是市場認同度不夠 所以既然說現在指數已經漲穩了年限 這些股票操作起來 真的會很好賺 那你說 我這樣說啦 3362的現進光 它本身的值就很好 那你說80元以下 我要怎麼去找買點 這就很簡單啦 就是說 這個邏輯 80元以下都是很好的買點 那80元以下 你說什麼時候要去切入 這就是因人而異 你說要看說 站上月線 站上季線 KD轉強 MACD轉強 RSI 什麼的都可以 就 你開心就好 等於你開心用什麼樣的指標去切入 都可以 總之就是80元以下 任何的技術指標 都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切入的依據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就是 一檔股票會上漲 關鍵還是在於說 它本身就很便宜 那你說技術指標轉強 這其實 就是一個 算是說 附帶的條件而已啦 就是說 輔助去運用 那以我來講 我們就 比較習慣是去看周K線啦 周K線轉強 占上月均線 大概是 70到75元 這個位置 去切入 一路往上漲 所以其實就是說 這些關鍵都在於 產業加數字 透過產業加數字 我會很清楚的知道 80元以下 這是一個真正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的價位 那既然80元以下 是低風險高報酬的價位 你說什麼時候要去切入都可以 反正80元以下 你要用什麼技術指標 這就是 看大家開心 所以你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你就會知道 指數站穩在年限之上 產業加數字 到底會有多好賺 所以這也是我 一直強調說 真的說 這樣子的機會可遇不可求 你真的要賺一筆大的 或是說要讓財富出現 比較跳躍式的成長 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因為這種指數從年限下 轉到年限上 這種 多空的交界點 才會有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你說到了主升段 怎麼可能會出現 位階這麼低的股票 不可能 所以 在這個時間 他會 這些股票會隨著說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 越來越長 便宜的好股票 檔數會越來越少 真的檔數會越來越少 所以像藥聖漲上去 紅寶漲上去 先進光漲上去 你現在要再去等 50塊錢的藥聖 有可能嗎 不可能 這個價位不會來了 紅寶也是 紅寶今天最高 已經接近100元 你說要再等到60元的紅寶 絕對不會來了 所以 好好把握 因為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 越長 這些便宜的好股票 便宜的標股 他的檔數一定會越來越少 那也代表說我們的賺錢的機會 財富跳升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下禮拜 一樣會針對全新的股票 下去進行佈局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的light 還有說這一檔 先帶大家看一下 上禮拜說要去佈局的 貝利第三 今天漲停板 等一下廣告後來再來說這一檔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說 這個時間的台股到底有多好賺 你說 用講的真的是 也形容不出這個感覺啦 大家就去想像一下 在2020年當時候的感覺 你就會知道 現在的台股有多好賺 你說現在的台股到底是 整個全貌是怎麼樣 就是跟2020年一樣 當時候整個行情是真的是 熱到很誇張 當然說沒辦法完全跟當時候比 但是已經接近了 真的是已經接近了 當時候在2020年 你就回想一下 新聞報導也很多 真的是很多投資人 出門一趟逛個街 回來手上多了一張 預售屋的紅單 真的不誇張喔 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很多奢侈品真的是 有錢也買不到 因為當時已經有一點算是說 股標市場好到太誇張 大家的資產都大幅度的成長 真的是這樣 所以目前的行情真的就是 有一點當時候這樣子的味道 因為為什麼現在明明就是在升息 沒錯嘛 現在是在升息的過程還沒有結束 但是整體的感覺卻像是無限QE 量化寬鬆這樣子的期間 整體的氛圍 原因就在於說去年的下跌 你說現在明明就是升息 怎麼可能感覺上好像是在QE一樣 因為去年的大跌 導致說一大堆股票根本已經不合理了 你說像以先進光來講好了 先進光 先進光有大力光的浮值 這其實也不難懂 就是說 只要說你對產業稍微有一點了解 你就會知道大力光今年 一定是去扶植先進光 好既然是這樣 今年要賺8塊錢以上 8塊錢以上 又有大力光光環 怎麼可能不到80元 就是這種 位階已經低到很誇張的股票 是因為有去年的下跌 才會有現在這樣子的位階 所以我才會從 年初我就一直強調說 這一次的行情真的要好好把握 因為 股票市場要致富 靠的不是累積 我再強調一次 靠的絕對不是累積 靠的是一個時機點 我相信只要說你有在股票市場賺過大錢 你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靠的就是一個時機點到了 你的財富就會往上跳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 這裡 直接掃描 掃描QR code可以加入 或輸入ID 小老鼠WE178 不定時都會發布 這類型的標股推薦 封關前講的 哪一檔沒有漲 每一檔都漲 當然說這些漲上去就不用去追了 不定時我們還是會發布 所以記得先加入 那如果說手上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詢問 那重點是 還是要好好把握目前的行情 因為 你說錯過了這一次 指數從年限下 翻到年限之上 這麼好的機會 要等到下一次等多久 不知道 等個5到8年都還不一定會有 所以當整個市場回歸到一個 比較正規的多頭行情 就是產業加數字 真的很好賺 真的不誇張 因為透過產業加數字 你就會清楚知道 這一間公司的合理價值多少 那當你知道的合理價 大環境又賦予它這樣子的價值 它就一定會漲到它應該有的價位 好就像是 來你去看喔 我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們有預告一檔嘛 只要你有加入 你一定都買得到 6874的貝利 2453的鄰群 鄰群跟貝利 我不是叫你去買這兩檔 上個禮拜我們是怎麼講的 因為AI的題材 它已經開始擴散 擴散到軟體相關 擴散到軟體相關這一塊 但是你去看貝利喔 6874的貝利 今年預估是5塊錢左右 以5塊錢來講 100多元的股價本益比20倍 這已經滿貴了 本益比已經到20倍 2453的鄰群 鄰群今年大概是賺2.5到3元左右 2.5到3元左右對比上50元的股價 本益比也是接近20倍 倍率跟鄰群 本益比都已經接近20倍了喔 都不算是便宜的股票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找嘛 同樣是軟體 軟體代理這一塊 裡面還有沒有再更便宜的股票 我們上個禮拜是不是有講一檔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股價大概是100出頭而已 本益比只有10倍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位階來算的話 它就大概是便宜的倍率一半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 就先去佈局 今天早上又再進場去加碼這裡 上禮拜去佈局 今天早上去加碼 直接鎖上漲停板 這就是產業加數字啊 賺錢真的就是這麼輕鬆 就是 倍率漲上來 鄰群漲上來 同族群裡面 本益比更低的 更便宜的這一檔 買進去之後 一根漲停板 所以在這個時間真的是 產業加數字 它好賺的程度 絕對是超乎你的想像 你說做個生活化的比喻 就像是我們在強調的吧 一顆茶葉蛋 我賣你20元 一般的茶葉蛋 我賣你20元 你會不會買 你一定不會買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 20元太貴了 那如果說一顆茶葉蛋 我賣你5塊錢 你會不會買 你一定會買啊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 這就是低於市價 你減到便宜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說 一顆茶葉蛋 它的市價 建議售價就是10塊錢 所以高於10塊你不會買 低於10塊你會去買 股票也是一樣啊 就是說掌握它這個建議售價 你就會很輕鬆的知道說 哪一檔股票可以買 哪一檔股票不能買 那會不會太貴 會不會太便宜 那賺錢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讓你的操作 整個是非常的流暢 一檔接一檔的這樣賺 所以這一檔 檔上來先不公開 想知道這一檔是哪一檔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Light 裡面會告訴你 好那像是其他的你去看 我們簡單帶一下 快速帶一下這裡 3207的耀剩 耀剩當時我在一個半月前 就告訴大家 股價保底就是80元以上 就一路這樣漲嘛 62.7 65.8 66.8 69.6 70.6 72.1 73 75.1 78.5 83.4 重點過80元就上不去了 開始出現高檔的賣壓 是不是 所以說為什麼會在 一個半月前 就可以知道說一檔股票 它會漲到哪裡 而且漲到哪裡 可能會出現獲利了結的賣壓 靠的就是產業加數字嘛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說 要剩今年保守賺8塊錢 賺8塊錢 賺8塊錢給個10倍本益比 絕對是合理 10倍本益比80元 所以80元就是它一個基本價 那既然80元是基本價 50元60元 不就都是讓你去大買嗎 所以指數在年限之上 時間越長 便宜好股票 產業加數字 它優勢會被放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說你加入操作 我能夠帶給你的 其實因為很多人說 會問說有沒有說要剩第二 紅寶第二 貝利第二 這些有的沒的第二 第二第三 但是我覺得 你加入跟著我們操作 我能夠帶給你的 絕對不是說什麼要剩第二 要剩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而是說我是帶給你一個 很完整的操作邏輯 就是說產業加數字 讓你知道說 這檔股票是便宜還是貴 那整個操作是非常的具體 那我們的獲利是源源不絕 所以 跟著操作 你能夠得到的 絕對不是說什麼股票第二第三 而是一個很完整 能夠讓你獲利 源源不絕去賺錢的操作邏輯 所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指數剛站上年限 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的大買點 你說 等到指數進入了主身段 哪裡來找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不可能 而且 一定要禁數 因為這些股票它都會隨著說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越久 因為它會一直不漲嘛 那一直漲上去 其實真正的好股票 檔數一定會越來越少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下個禮拜 一樣會針對全新的股票 下去進行佈局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的Lite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